各位好 我是李碧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今日聚焦首先为您整理国内几则的重点讯息 气候炎热加上暑假旅游旺季 上个星期新增17例境外移入登革热 是近10年同期最高 呼吁民众要加强防蚊措施 旅游返国如果出现疑似症状 要尽速的就医 塑胶吸管线用政策在7月上路 四大超商自发性扩大响应 7-11和全家9月中旬开始都不主动提供吸管 强降雨造成中南部灾情 台南今天累计雨量光是人得就超过了314毫米 高雄则有一位女骑士疑似涉水滑倒落水不幸死亡 屏东2万多停电户到中午陆续复电 云林则是有道路淹水疾悉 紧急封路 云林的淹水灾情还包括了西螺 有不少菜园农田泡在水中 有一些菜农上午冒着大雨抢收 下午天气放晴之后更是一刻不停歇 夹紧脚步采收青菜 水退了 菜园里的菜东倒西歪 趁着天气放晴赶忙采收 不采收会烂掉 在担不说担三次的 也是要来扣 怕死哪 会死啊 要来扣这些 这整个都弄水了 采收的双手没一刻停过 担心菜园再度泡水 这就是一圆上去 水退不离倒灌 菜农赶忙采收 零售商则是把收来的青菜 反复清洗干净 下雨天啊 头来刮雨一定比较多 就怕大雨再来 西螺农产品市场附近的大牌 目前还是满水路状态 它的蛆也太够了 它的水就要净了 它现在有点净 这条大牌烧不离了 那整个池都离了 对啊对啊 就离了那边那边 那边那边整个山都离了 云林西螺还有好几处的农田 因为地势比较低洼 所以即使隔了好几个小时 整个大水还是无法宣洩 满到了路面上来 分不清是马路还是农田 冒着抛忙风险 车辆上水通行 西南风较带好雨 气候不稳定 外出多注意安全 大约新闻皇子林杨俊廷 云林报道 根据国舰署数据显示 台湾的国小学童肥胖率和十年前相比 增加了将近七个百分点 董事基金会分析 除了是现在孩童摄取过多寒糖饮料之外 膳食纤维也吃得不够多 暑假剩下半个月 学童们把握假期出门看展览 丰富事业之余 良好生活习惯也不能忘记 八小时有 有我们家里有 天天吃 怎么样早餐 就面包 蛋啊 果汁 牛奶都有 电脑每天有用多久 大概十分钟 家长普遍都很注重孩子饮食与睡眠 但国健署的数据显示却令人担忧 国小学童肥胖率在2013到2016年期间 已经攀升到26.7% 和前十年相比增加将近七个百分点 这寒糖饮料摄取了更多了 那现在平均有三成六的孩子 会一天摄取一杯寒糖饮料 3C的影响也很大的 让我们的动态生活变少 它也影响我们的睡眠 其实睡眠也会影响肥胖 所以它影响了很多个的指标 接下来登场的是蔬果歧视及全骨队长 除了肥胖 董事基金会更发现 孩童饮食形态呈现W形态 膳食纤维与钙质普遍不足 一旦错过发育黄金期 日后吃再多营养品都难以补救 如果膳食纤维要多吃蔬果 要吃全骨 它是一个口感的养成 因为很多人不习惯这个口感 小时候没有培养这样的口感 长大是不习惯的 所以我们个人觉得说小时候吃足 这个膳食纤维持是很重要的 今天中午吃的是全骨饭 还是提醒家长 协助孩子养成每天五蔬果 多运动 远离3C 避免含糖饮料 就怕坏习惯不断累积 变成身体一辈子负担 大野新闻 杨远吉 检远吉 黑北报道 经济或家庭结构属于弱势的孩童 也需要各界陪伴 跟协助他们的学习之路 1919陪读计划 就是长期提供免费客服 品格教育以及才艺课程 清亮的歌声 配上熟练的钢琴技巧 她是陪读计划的学员小夕 出生在弱势家庭 两个弟弟甚至一度被安置 经过陪读计划的才艺训练 及课业辅导 不仅练就一手好琴 今年甚至考上了花莲女中 在之前没有陪读班这个时候 是我们在家都是自己看书 可是也没有人教我们 陪读班之后 就是他们的关爱 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就是觉得 其实我们没有妈妈 或是没有爸爸没关系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一家人 就是大家都是彼此帮助的 小夕刚刚真的很棒 1919陪读计划从2004年开始 提供全台弱势家庭的 国中小学生 免费客服品格教育 及才艺训练的资源 15年来已经资助超过4万的孩子 改善他们的生活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 这些陪读班的孩子 得到县长奖 得到甚至得到总统的书卷奖 他们真的很缺物资 他们也真的很缺人力 很缺陪伴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物资 放到偏偏地区 我觉得应该是最适合的 住室家庭的孩子 虽然起步较晚 只要提供资源与支持 孩子就有翻转的支点 戴新闻科兴志台北报导 北半球现在是炎热的夏天 在波兰的塔特拉山国家公园 是当地民众消暑胜地的首选 因为风景如湿如画 附近又有险峻的步道 因此很多的民众 平均每天有三万人 会来这边挑战 但也因为人数众多 风险随之增加 陡峭山壁环绕 翠绿湖泊更显幽静 风景如湿如画 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朝圣 这里是位在波兰的 塔特拉山国家公园 是波兰与斯洛伐克的 边境山脉 有冰冻石灰岩洞穴 和中如石奇景 冬天是滑雪胜地 夏天是登山热门景点 拉近到湖边一看 密密麻麻都是人潮 而附近险峻的步道 对喜爱刺激的民众 更是一大吸引力 但挑战的人潮太多 陡峭的阶梯上 经常挤满游客 也衍生出安全问题 专家建议山区下午天气变化多 尽量提早登山出发的时间 别让美丽的回忆蒙上一层阴影 大海新闻黄敬平编译 东非莫三比克 受到一代气旋重创之后 慈激援助进入了中长期阶段 为了莫三比克的教育 还有灾民安生安生 规划学校 还有大爱村援建 那么慈激重建勘察团 因为香港有民众集会 导致行程延迟了一天 在稍后11点3 15分会启程 包括转机时间 将在28小时之后 抵达莫三比克 大家知大家的安全 各方面大家真的要注意 最好是不要落单 毕竟有些地方 我们并不是非常熟悉 再三爱的丁宁 因为此次重建勘察团 要前往莫三比克落后偏僻灾区 原本就是疟疾祸乱疫区 一代巨旋重创更严重 团员行前预防性投药 上员丁宁 彼此照顾安全为重 上人有提到说 苦难的非常多 这次目的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把这个大爱村 大爱屋 还有学校的重建 跟政府都谈妥 另外呢 这次还有一些 关于农业的需求 将来在民 他们要种植 怎么样的农作物 还有准备要怎么灌溉 大家一起来 把这件事情 种植成城来完成 堪查原建大爱村 及教室的地方 以爱出发 尊重灾民看法 他们的房子很简单 就是说都是潮污 对这个风灾 对他们来讲 这个房子虽然也倒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不认为说 他们会有多大的损失 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么困苦 上人这次也一直在 在指导我们 就是说 其实我们说 其实在原建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要很有智慧的 怎么样去 就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上面 怎么样能够 恰到好处 那让他们就是说 我们的原建的方式 能够让他们能够重建一个家园 但是也不让他们国内的民众 产生太大的一个差别心 那我扣起来了 快速打包干粮及营养补给品 因为灾区多处没水没电 勘察团将以香鸡饭 香鸡面为主食 最主要是因为到了那边去之后 水支援也不是很方便 那如果是进到灾区的话 当时的灾区到现在 其实每天要有很好的午餐 是不容易的 所以最方便的方式 就是自己准备香鸡饭 然后晚上香鸡面这样 那另外就是那边的瘧疾很严重 所以呢 房闻闭闻的东西 还有一些基本的营养补充品 勘察团肩负使命 要全盘了解大爱村 及学校建设的实质所需 期盼铺出长期带动的路 扭转莫森比克 拼命宿命 风灾之后的原建经验呢 我们也要来看看 在台湾的南部地区 十年前莫拉克风灾之后 慈济基金会负责原建山林永久屋 园区总共有600多户 除了民众可以安顿生活之外呢 慈济也在园区盖了两间教堂 作为民众心灵依贵的殿堂 我们感情继继继继继继继续的庆祝 八十八天打造人间奇迹 山林大爱园区内还新建了两座教堂 让不同信仰的乡亲安身也安心 期待说这里的住进来的都是 这个人品典换 我们真正的台湾原住民 要扶上地球国际的平台起来 镇炎上人在十字架底下见证 展现宗教大爱 到今天咯 这怎么讲还是要感谢那个 雪姬真的给我们美化就盖 但是我们那个南沙路要要求 我们要盖一个教会 所以雪姬就答应了 雪姬到我们那个南沙路那个教会去 照一照你看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模型 就是跟民主教会的那个模型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很谢谢 因为实际他本身是活教 他也有这个胸怀 因为原住民在山上很多都是教会 我上面真的没有分宗教 没有分种族 没有分白人黑人 那都是上人最爱的孩子 过了十年 尽管许多住户在外工作 但做礼拜的时刻 大家都不缺席 一三一三 让紧紧跳跳 33岁布农族的吴秀珍 当年和家人从桃园撤出 这间28坪的三房两厅 将一家十多人紧紧圈着 一开始就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真的很不怕死 就是觉得说 好像也没有家的感觉这样 然后这样这一路这样子过来 然后住了十年就觉得说 就真的是把这里就是当做一个家了 他和先生在园区内相识结婚 现在除了多四个孩子 还有一份不成断的情 就算时间不管过去多久 他还是就是在持续 就是关心我们这些 没有因子讲说 那么久了就是让我们 就是在这里 然后就不管了什么的 不忘这份情的还有住在深山内的郑英兰 我那个水都下来嘛 那里面的路就是窄下来 窄下来就一个倒塌下来 所以那里面都都 那里面可能透空啊 主错毁了当时没水没电 全家人被困了一星期 家不能住了 他们搬进山林永久屋 但身材工具还在山上 每天往返养风为生 根不能断 全家人收到的温暖 郑英兰开始从受灾祸 变成手心向下的人 今天礼拜四有舒服站 老人的热灵客 铝河河这个距离差不多两岸 好 来了 够够的 这样出来啊 好 好 好 看到实际人那时候来 帮助的是沉沉 他是真的是留住后来的 无缘无悔的付出 所以我们也是说 这样我们也是进来 来看看 看怎么来付出 才能够这些快乐 这样我会比较旺盛 走出伤痛翻转手心 他要用爱补缺继续迁起 慈激情 慈激大学华语中心举办了第二届 柬埔寨华语人文营 70位学员除了学习华文之外 也参访了台北孔庙 另外还研习环保 茶道和花道 开心地接过结业证书 来自柬埔寨的70位学员 结束在慈激大学 将近两周的华语学习 收获满满 在这十天 大概十天左右的 这个云队的生活里 我想大家一定 除了学华语外 还有学到很多的词迹 相关的人文 还有我们呢 还有一些在台湾的文化 回顾影片引起学员们 振振笑声 虽然彼此间的年龄差距不小 但是一起学习的生活 为彼此建立起浓厚的情感 年轻的学员受到鼓舞 学习华文更有信心 我们这边教室呢 有就是加入人们这边 就是一个很 就是难得的机会 能够来建设我们这边的 怎么说就是那种文化 我可以看懂中文 讲比较流利一点 然后跟别人对话 慈激人医会计划11月 在柬埔寨举办议诊 届时学员们也将担任种子翻译 把握机会学以致用 大海新闻红旗红国家 华联报导 慈激人文置业的记录报导 再传夹击 第43届金顶奖 经典杂志获得肯定 大声哭喊 人潮挤在围里之外 孩子空洞无助的眼神 这些都是数十万 罗斯亚难民的处境 经典杂志特约记者杨志强 深入当地难民营 带回第一手报导 荣获第43届金顶奖 已经到达那个地方 过了一阵子 他了解到在难民里面 并没有未来 带领读者从难民迁徙 庞大数字背后 抽丝剥茧探讨 孩童教育断层 公卫疫情 以及趁虚而入的人口贩子 等多角度议题 最常的就是 骗这些女性说 他们可以帮她找一个好丈夫 到外面工作 等等的这些庭言命运 经典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主轴 是关怀 我们不能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要防止我们这个土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站着非常肯定 也支持的角度 来协助她把这个完成 除了罗兴亚系列报导 经典杂志 百年森林史的下一页 以及大野新闻 一之旅 流注一滴水等报导 也分别入围 2019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持续用人文关怀精神 陪伴读者观众 关注国际脉动 大野新闻 杨远吉 警员吉台北报导 大理慈禁医院 今天19周年庆 晚上举办了 孝亲祈福会 2000年8月13日这天 大林慈禁医院启用 至今守护云家乡亲19年 医护团队不仅提供 集中症救护 也深入社区 推动健康处境 没有机会在这个 实际这样的环境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一起承担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快乐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同仁 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父子的师兄姐 还有父子我们医院的大德 跟台湾医疗最有意义的事情 愿庆祈福会中 同仁与志工一起演绎 父母恩仲南报经 传递孝的正义 资深同仁也先后分享 莫忘那一年 坚定出发心 以前常常在大医院上班 就常常想说 要当大医师开大手术 然后成为一个大教授 后来虽然我选择了后者 来到了我们乡下的医院 其实乡下医院 能够发挥的地方也蛮多的 现在我做了不少患感手术 展现你工作能力的实现 而且可以做比较有意义的工作 我觉得在医院 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那不管是医院的同仁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师兄师姐们 他们整个对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 那其实我们整个大大小小的活动 包括社区医療的活动 那幸好就是有大家的帮忙 能协助 能够成就每个社区医療的活动 回首来时路 莫忘那一念 感恩那一群人 全院同心携手营造 守护生命健康的大爱医院 大爱新闻 谢金荣 陈柏舟 嘉义大令报道 唐美云歌子戏团 《月夜情愁》这部戏 在十月下旬将再度寻演 一出口首饰眼神都是戏 唐美云老师重现 2018年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大戏 《月夜情愁》的经典桥段 去年创下连演八场的佳鸡 今年再度加演 重新来演我们在地的故事 我们觉得是开心的 而且我们也觉得很荣幸 因为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喜欢 因为台湾在地文化很漂亮 想推广台湾的美 因为这是发生在台湾东北部的真实故事 描述北馆西匹和福禄两派 恩怨情仇的音乐剧 以戏剧讲历史 另外一名说是懒人包 台湾剧场所的懒人包 这就像是一个台版的 罗密尤与朱丽叶 歌仔戏团就一定会有歌仔戏 西比福禄一定会有北馆之外 那这些人平常发生的事情 在舞台上就是用话剧 用舞台剧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 如果再进来剧场里面看戏的话 他基本上是一张票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剧种 大咖演员排排站 要想让去年的原班人马 重聚在一起可不容易 场地和阵容都要协调 档期问题 还有就是演员实际的时间问题 那再来的比较辛苦的 应该就邱老师了 因为老师得要做一些重新整合 台湾的歌子戏结合多种元素 改编在地故事 想要重现过去的戏曲风貌 这次也将首都在北中南 三个国家剧院演出 观众的支持就是最实际的回馈 大爱新闻 李明华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华台北报导 天气方面也要提醒您 台中以南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清晨 还是要严防短时强降雨 白天陆风减弱之后 降雨的情形才会逐渐的缓和 希望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切平安 感恩您收看这节新闻 晚安再会